台湾4G视照开跑 对岸也积极来台布局 下下个星期在台中将会有一场经济部主办的两岸通讯产业交流会议 中共工信部副部长与三大电信龙头将来台参加 立委和专家就质疑 政府宣传两岸4G产业链的商机却忽略了自然隐忧 我们的透视焦点带您关心 台湾4G视照面试开跑 下下周8月27号28号 两岸通讯产业交流会议也将召开 逐州锁定4G发展 台湾代表包括经济部次长杜子军与电信科技产业人士 中国大陆代表包括中共工信部副部长刘丽华 中国三大电信龙头 与中心华为腾讯等科技大厂 虽然对安宣传要来台加码订单 但立委质疑是要在台湾4G发展中见缝插针 欧美先进国家 他们的国会等多已经提出警告 不要去购买华为中心他们的通讯产品 将来一步一步的台湾的通讯网路 器材跟设备跟系统以及它的维修服务 都是受到中国的控制的话 我们国家安全会受到重大的危害 立委指出中共积极宣传国产的通信标准TDLTE 台湾政府把关立场仍未明 台湾有大学已经有TDLTE实验网 中国移动也参与合作计划 中心大学电机系主任廖宜恩表示 今年中国行动通讯高层积极入岛布局 从2月中国移动通讯总裁李月来台 华为小米机也争相在台插旗 现在又要宣传两岸4G产业链串联 后续发展备受关注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吉小陈珍台湾台北报道